今天由于是开始关于观世音菩萨的法门 所以我们先合掌 我们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大家随我一起念就可以 南摩大悲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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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音菩萨妙难愁 清净庄严累劫修 三十二印变成叉 百千万劫化炎福 瓶中甘露常变傻 手内阳之不祭秋 千处祈求千处印 虎海长座渡仁舟 好 大家请放早 各位同学 各位佛友 大家晚上好 佛弥陀佛 那很高兴再次来到 去世音跟大家 讨论佛法 那距离上一次 我看应该也蛮久了 因为个人一些事情 去尼泊尔进行了一些 因为文成有跟我说 继续这个课程 那是因为我个人的关系 所以就去到尼泊尔 做了一些修行的小功课 那其中呢就跟大家 有一些线上的课程 然后也是那时候说的 就是说线上的课程 然后久久来一下 跟大家上密集的课程 所以这次过几天 我们就会有密集的课程 然后就是关于解脱 道论的一些课程 然后加一个小小的静坐班 跟那样一些实际的操作 那后来我有跟文成讨论到 就是说 我来上密集 不容大家受得了吗 因为那课程毕竟是比较 比较深入一点的 关于尘修的部分 那所以我就说 不然来跟大家 有一堂通俗的给大家 比较没有这么 每一课都这么 这么严格的那种训练 那就是刚好有一个 他说大家有供修这个普门品 就谈一谈 观世音菩萨的一个信仰 那怎样通过这个 观音法门 让我们生活的品质更好 怎么通过这种普门品 我们去学习观世音菩萨的一个精神 首先我们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刚才我们有稍微念了 他的一个观音菩萨的寄送 我相信在我们北传佛教 或者是华人的世界里面 无论你有没有信仰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几乎是一个我们说 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形象 不管你是佛教徒 非佛教徒 但是在我们华人的一个领域 一个信仰里面 观世音菩萨其实是占了 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即使他没有信仰佛教 但是对于观音的信仰 可能他也不了解 他就知道观音菩萨 有事情他就求观音菩萨 或者是我们讲的 阿弥陀佛也是一个道理 所以他已经算是根植 在我们一个华人的信仰里面了 但是在佛教里面 在佛教里面观世音菩萨 他具体他想表达的是 什么样的一种修行 为什么这一号人物 会在我们北传佛教 大圣佛法里面 他这么兴盛 兴盛到大家都能够信仰到他 这是我们值得去讨论的 或者是来学习的 首先呢 今天大家会送普门品 所以等一下我也会开示 一些重要的内容 一些重点我们能够学习的 那首先观音菩萨我们听到这个字 观音 观音 我们就晓得它跟声音很有关系 我们讲观世音也好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呢 它叫观自在 例如大家 如果有做早课 或者是一般有念到 波罗波罗密多心经 大家都会念到观自在菩萨 那观自在菩萨其实就是观世音菩萨的 另一种我们说翻译 那观世音菩萨 我们讲到它跟声音有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个寻生救苦的一个形象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痛苦 或者是我们遇到人生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郁闷的时候 我们会发出一些我们所谓的呐喊声音 或者是用大家比较熟悉的字眼 就是我们会有一种诉求 希望得到一些帮助 那观世音菩萨呢 它就有这种我们所谓的一种 救济的功能 它就会寻生救苦 所以我们在普门瓶的时候 就发现到很多人遇到刀兵结 或者是海的问题 在海上遇难 或者是你人生的种种问题 大家都会骂 哎呀救救我吧 它就会成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那观世音菩萨在我们华人世界里面 也很灵感 也帮助了很多人 尤其大家如果有成念观世音菩萨 或者是跟观世音菩萨这个法门有关系的 例如大家会称颂这个大悲咒 大悲神咒 或者是例如藏传佛教 他们有个观世音菩萨的心咒 可能如果大家有接触的话 就是奥马尼变美宏 他们就有这样的一种 跟观世音菩萨产生连结的一种方式 希望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救济 那观世音菩萨就会视线 就会来帮助那些在苦难中的众生 所以我们想一想 我们在我们人生的过程中 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我们都会遇到苦 我们都会遇到问题 每天要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佛陀开释四圣地的时候 他就开释了苦地 地就是真理 也就是痛苦 它其实是一种真理来的 它不是一个 我们讲的一种 我们不要很讨厌它的一个东西 它是必须我们要去学习的一个东西 四圣地嘛 苦极灭道嘛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都 这是人的本能 人类的一个本能 我们比较喜欢快乐 对吗 这边有谁很喜欢痛苦的 应该没有吧 找苦来吃 吃苦当吃苦 应该很少这样的吧 你可能会用这些话来激励自己 哎呀 苦尽甘来 吃苦当吃苦 但是我们人的一种甜心 他喜欢快乐 同意吗 天气这么热 想吹个冷气 找一个比较阴凉的地方 什么或者是 什么趋凶 什么叫什么 趋击 趋击 避凶 类似这样的状况 我们去往比较好的 而不喜欢那些 跟我们产生对抗的一种情况 我们叫苦 所以佛陀总结 我们人生都会遇到 很多的一些问题 苦 我们叫苦地 那有什么呢 佛陀总结为八苦 有生理上的 例如生老病死 为什么生是苦呢 因为他 你一诞生过后 你就不得不往接下去的步骤 大家生的时候 好像很快乐 对不对 但是诞生 在佛教来讲 它也是一种苦 因为 你不得不 接受接下来的状况 老病死 而且有的 这个是一个 一个状况 另外呢 有的人生的时候 不是很顺利 或者有残缺 单身本身 而且你单身 你没有的选择 有的人讲 如果我单身 在富二代更好 但是他们的选择 你生的时候 你是不自由的 不自在的 因为他也是一种苦 老更不用讲 现在很流行的 什么防老 抗老化之类的 老又是 毕竟的过程 像我们 文成说 说我还年轻 其实我们不知不觉 也 讲好听点 是长大了 其实是 已经在 迈向老化的过程 我最近见几个朋友 大家都慢慢的 逐渐 才四十多岁 就有什么高血压 什么的 大家就已经 慢慢步入 这种老化的一种状态 那病呢 更不用讲 大家有种种的病 病苦 尤其现在我在这个年纪 大家就 我这样讲 好像对不起你们 因为有的比我年长 但是事实上 大家会面对 我们说大病小病 都会遇到 对不对 尤其这个疫情 让我们看见到 这个病不是一件 开玩笑的事情 像小病 就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可能会 有什么上风感冒 但是扩展到 整个国家 世界 像这次的疫情 就让我们感觉 它其实不是一件 简单的事情 一件好像 很轻描淡写的 一个疫情就影响了 人类的生活 或者是人类的生活方式 这也是一种苦 那死根 不用讲 如果你有没有 有些人到老的时候 例如他们有个宗教信仰 他也很彷徨 到死的时候 也昏昏迷迷 有的也不得善终的 也很多 这是属于一种 我们比较属于 身体上的痛苦 那还有一种 人跟人之间的一种痛苦 佛陀叫做什么 愿者会苦 还有求不得 求不得苦 那有时候 你想要的东西 你得不到 它也是一种痛苦 那还有你看不到的人 你就想见见不到 不想见得天天见到 这也是一种苦 所以我们每天 都要处理 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 你不能不见人 你见人就会有这些苦 想见得见不到 不想见得每天见到 然后想得到的又得不到 不想得到的东西 又一大堆 那生理的更不用讲 每天都要面对 今天吹一下冷气 等下出去 又大热天 又感冒等等 然后打了疫苗 还得COVID 种种的苦 那最重要呢 还有一种 佛陀讲的苦是什么 五蕴至圣苦 就是 所有的这些根源 来自你的五蕴 只要我们有这个 色 身体 还有我们精神上的 受想形式 我们就会有 这个只要这五蕴存在 我们就有苦 所以呢 观世音菩萨 它不只是要 给大家拜拜 求个感应 解决我们什么 哎呀 我现在有刀兵节 我现在吃不饱了 求去观世音菩萨 给你一个感应 你就吃饱了 它主要观世音菩萨 它发现到 人类的问题 不只是在这一些层面上 它的根源是在你 这个五蕴一存在 你就有问题 你的色受想形式 存在 它吃热 让你产生烦恼 让你产生问题 所以 为什么心经讲 观世音菩萨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 就是这个道理 它不只是说 我们一般停留在那种 你有问题 你就求观世音菩萨 很感应的 它主要还是要透过学习 解决你五蕴的问题 所以我们讲 大家学习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法门 我们要有一种 更深层的一种意义 除了普通的 我们内心 有时候难免很苦闷 遇到人生的问题 就是我们讲 前面比较 比较 比较粗一点的 你可以求求观世音菩萨 这没问题的 凡是人 都有所求 这难免的 但是它更深层的 就是说 要透过学习佛法 观世音菩萨 在心经里面 观世音菩萨 心生菩萨菩萨 毕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 它就是这个道理 它不只是让你 满你的愿 你要求什么 我给你 它更希望你 透过学习佛法 解决你五蕴 身心的问题 然后解决这个苦 那才是观世音菩萨 到后面那个要处理的东西 那我们知道我们 在北传佛教里面 或者是大乘佛教 我们学了很多佛法 那最主要 要培养 三个特质 也就是说 大家可能有诵经 可能也有放生 可能也有拜餐 或者是什么 但是我们要培养 三个主要的特质 学习大乘佛法 也就是 心愿 慈悲 跟智慧 我再重复一次 因为有的 没有带笔记本 这不难记 心愿 慈悲 智慧 也就是我们大乘三心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虚观世音菩萨 这个法门 主要就是 能够让我们快速的 赞养我们的慈悲心 也就是我们大乘 里面强大的一个 慈悲心 你要去掌养它 我希望大家知道 我们学佛这么久 我们要学什么东西 这个你要很清楚 活动是很多 你可以拜餐 你可以诵经 你可以上课 甚至你可以来 参加静坐班 但是你要学什么 然后大乘佛法的核心 是什么 你要掌养那些心理素质 你这个要很清楚 否则你只是念个普门评 我知道观世音菩萨很直 对我有事情 去观世音菩萨 就结束 你的学习过程中 就没有一个很完善的 一个框架 但是 透过天文佛法 我们知道 尤其是我们大乘佛法的特质 你必须要培养三个特质 三个心理素质 一个就是信愿 再重复一次 信愿 慈悲 智慧 什么是信愿呢 就是简单来讲 就是你的菩提心 你要培养上化众生 尚求佛大 希望成佛的那个心 下化众生 这就是所谓的心愿 你要有这样的心愿 这个最典型的 就是我们讲的一个 信心人的法门 那再来呢 慈悲心 也就是今天我们会比较 侧重 谈这个部分 就是慈悲心 那另外一个就是 智慧 就是空慧的方便 就是我们讲的 空 我们讲的信空的一种智慧 大家不要觉得 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法门 他就是只是培养 这个所谓的慈悲心 任何的一个大圣法门 他都要培养你这三个特质 只不过他比较侧重 某一个的长养 例如在观世音菩萨的法门里面 他就是侧重慈悲 我们讲观世音菩萨一站出来 我们就知道他是讲慈悲 文殊菩萨一站出来 我们就知道他是讲智慧 类似这种状况 但是他并不代表观世音菩萨不修智慧 大家不要这样的理解 所以整个普门品 普门品的一个学习呢 大家不要只停留在 他是长养慈悲的 因为他是观音法人 我们要去体会一下 等下大家送这个普门品的时候 我们要体会一下 这个普门品 所要我们培养的心愿是什么 他的慈悲是什么 他的智慧是什么 那我现在跟大家稍微开示一下 希望等下大家送普门品的时候 跟着念的时候你会有一些 原来我们要培养这三个特质 那首先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不能够逐致的照普门品讲 我就举几个重点 大家送普门品次数肯定比我多 因为你们时常共修 这个我像我们年轻的时候 就是观世音菩萨念的比较多 但是像你们这样时常念普门品的 我们就很少 那有一句大家可能就耳熟能详 或者是朗朗的生活了 应以什么和声得度者 即现和声而畏缩法 我再重复一次 应以和声就是什么姿态 什么状态 应以和声得度者 你需要什么状态的人来度你 观音菩萨的即现和声的畏缩法 那就以这种姿态来 视线给你 来帮助你 也就是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呢 我们想一想我们 日常生活中 我们会以很多的姿态出现 例如你可能是孩子的妈妈 你可能是妈妈的女儿 可能你工作的时候 你又是老师 医生 商人等等 你现在坐在这边 可能我是师父 你是居士 这样 所以我们想一想 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不只是单一的一个角色 我们会以很多姿态出现 简单来讲 大家都是观世音菩萨 我们要去想一想 假设你今天是观世音菩萨的话 你要以什么方法来帮助众生 我们不要说 观世音菩萨以犯天生 得度得即现犯天的时候 好像很高 但是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学习 观世音菩萨的一种方式 也是说众生很苦 刚才我讲 众生很苦 各类各样的苦 人类每天要面对 各类各样的苦 有的人 死不果腹 还在未三残烦恼 尤其一个疫情下来 战争 然后 经济上的困难 等等 人类每天每天要 面对很多困难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想一想 我们每天 会以各种 既然我们会以各种各类的姿态 呈现出来 你不要一天只做妈妈 在那一直念孩子 你有时要学习一下 我要转换姿态 可能你今天来这边 你就变学生了 你出去工作 你就变老师 那你当老师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帮助学生 你当妈妈的时候 要怎么去帮助孩子 那如果你当女儿的话 你要怎么去帮助妈妈 或者是兄弟姐妹 简单来讲呢 为什么叫普门 学习大圣佛法 我们就要透过普门 普就是我们说完整 变门 门就是管道 我们要透过各类 各式各样的管道 去帮助众生 为什么 因为众生太苦了 这个世界太苦了 所以从这边我们来 去长养我们的一些 慈悲心 慢慢的去练习 那另外呢 我们也要 这个是一个 大家都是观世音菩萨 你要觉得你自己 就是观世音菩萨 你要去帮助别人 要长养你的慈悲心 每天要有这种意念 想尽办法 绞尽脑子 我怎样可以帮助别人 另外一点是什么 另外一点就是 我们一个是帮助别人 解决问题 另外一个 我们本身也很多问题 对不对 我们本身都有很多问题 那我们是不是 从另外一角度 我们应该也要 某个程度 接受别人的帮助 同意吗 就是我们也是很痛苦 今天可能我 你们很苦 来听堂克 心理释怀了 接受师父的帮助 那你们在 有时候 金钱上也可以 接受别人的帮助 甚至有时候 我们可以接受 意想不到的帮助 怎么讲呢 大家不要以为 观世音菩萨 永远都这么慈悲的 就是展现那个慈眉善目 很慈悲来帮助你 有时候 他为了要度换你的时候 他会令你意想不到 甚至挑起你的毛病 举个例子 今天你心情很好 很虔诚拜佛 很虔诚送经 很标准的一个佛教徒 八观宰界 五界 参修班 什么听法班 你都去了 虽然今天一个 一个路人甲 来到你面前骂你 骂你不用紧 还毁谤你 跟你要钱 你开始 我是佛教徒 我不可以生气 我要慈悲 在两分钟过后 他又继续挑衅你 你就发脾气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 他觉得 这可能是观世音菩萨的 一个视线 为什么呢 他让你发现 原来你学佛这么久 你还有 真 还会发脾气 平常你顺风顺水 你不觉得自己 人生有问题 标准的佛教徒 五界十善 八观灾 参修班 听法班 但是遇到一个 不顺的东西来的时候 我们刚才讲的 愿真会 看到不想看的人 竟然挑起你 内心的毛病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原来我自己 还是有毛病的 然后你去改善 我想讲到 这是佛教里面 很高的一个智慧 为什么 每个人都是观世音菩萨 每个人都在帮助你 管他是好的 你不要以为 每个都像师父 这样慈眉上目 跟你们 你们要学佛 你们要受戒了 你们要来听法了 有时候 一个路人甲 或者是一个乞丐 或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凡事能够帮助你的 挑起你的毛病的 让你去学习改善的 这也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个视线 所以应以合身 得度者 即现合身 而畏缩法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高的智慧 他已经不是一般 讲的一个 普通的观世音菩萨的那种法门 我只是要求感应 有时你讲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我求你 求你求到 哭爹喊凉凉 你还没有来帮我 其实他已经帮你 可能你不知道 你不要以为观世音菩萨 展现的就是那种 先锋道骨 牵手牵眼 这样来帮助你 可能就在你隔壁 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观念的话 你很快的能够 堧养你的慈悲心 跟对峙你的烦恼 为什么 你看的都是观世音菩萨 而你也成为观世音菩萨 去帮助很多众生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讲 闻神救苦 它不只是一个 我听到你的声音 你很苦帮你 但是你在进一步提升 它就变成一种 修学智慧的一种方便 你除了帮助别人 你接受别人的帮助 然后每个在你视线的 都是观世音菩萨 这是一个 那还有呢 这是一个我们该讲的 在普门品 耳熟能详的 应以合身 得出的 基线合身 为一位说法 所以我们看里面 刚才我们第一个阶段 我们讲信愿 我们求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菩提心 它要帮助众生 下化众生 要教化众生 所谓的教化众生 它不只是要你 处理表面上的东西 它更深入 处理你五蕴的问题 那它就很慈悲 我既先合身为 你要什么姿态 它现什么姿态 来告诉你 那更加 更加的进一步 这个东西 它是很有哲理 很有智慧的一种帮忙 所以我刚才讲 这个观世音菩萨的 普门品 它不只是张仰师 它具足了 我们要培养 大圣三星的内容 所以大家要抓住这一点 那还有呢 在日常生活中 观世音菩萨讲 它是师无畏者 什么叫师无畏 我们说布施有三种 这个是财务上的 我们佛家叫财师 金钱上的 或者是食物 等等 就是所谓物质上的 另外一种是法布施 法布施 法就是说真理 就是 一如像师父在跟大家讲课 说法 这个就是一种法的布施 开解 鼓励别人 这个就是法的一个布施 另外一种就是五位施 什么是五位施呢 让大家没有感觉到害怕 那观世音菩萨 它除了一个慈悲的形象 它有一个就是 它让众生感到安定 让众生感到安定 没有害怕 为什么呢 我们看 关世音菩萨 形象到好像 慈祥嘛 那世间这么乱 各类各样的一种 问题存在 那我们就 我们说 用现在的话就说 我们没有安全感 我举个例子 像 这个疫情 疫情爆发 大家人心散乱 人心散乱 世界就开始乱了 世界就开始乱了 不管是 只是 我们所谓的疫情 它影响到整个生活模式 世间的一种秩序 战争等等 那众生开始 他的心不安定 开始心不安定 那观世音菩萨呢 就是要 给人家安定 那我们可以透过 怎样的一种 修学 产生这种 安定 或者给人家一种安全感 在佛教里面呢 或者是我们讲的 观音法门 或者是 修学慈悲的法门呢 在佛教里面 我们必须要修学 四种的 无量心 也就是 慈悲法门的一种开展 开展成四种心 我们要去 学习的 那什么是 四种的 一种 无量心呢 也就是 在行住坐卧 我们在走路 我们在日常生活 我们的说话 坐下来 你不要胡思乱想 你都散播一种 很 慈悲的一种意念 简单来讲就是 祝愿别人好 那在佛教里面 把它 分成比较详细 分成四个 一个就是慈 我们讲大慈大悲 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大喜大舍 对不对 所以大慈 是什么呢 慈就是 给人家快乐 所以我们要 借由这个法门 我们要想 我们每天 要怎么给 带给别人快乐 不要一早起来 就那个苦瓜脸 对着镜子笑一笑 然后再出去面对众神 为什么给人家快乐 你就不会伤害到对方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想一下 我们要怎么 要伤害到众神 然后又带给他快乐 这是所谓的一个慈心 那另外一个悲心呢 给人家快乐 还要 不够 你要怎么 帮助别人 解决他的问题 解决他的痛苦 如果不能解决 是不是能够帮忙 帮忙他 帮忙他减少 减少一些痛苦 所以 这个是 带给众神快乐 一个是 拔苦 就解决他的一个痛苦 或者是减轻 他的一些烦恼痛苦 另外一个就是喜 我们喜欢的喜 喜心 简单来就是随喜 例如 随喜是什么呢 见到别人做善业 你 感同身受 也觉得很欢喜 即使你没有办法做 你也随喜他的功德 所以我们在佛教里面 每次 我随喜你的功德 我随喜你的功德 就是要长养这个心 为什么 为什么要长养这个心呢 因为我们人类 与生俱来 我们就喜欢妒忌别人 就是说比较偏向 偏向恶的部分呢 我们就是 用大家的话就是 吃不到什么 吃不到葡萄 受葡萄酸的 但是我们要反其道的心 看到大家做什么好事 我们都要随喜 自己没有力做的话 我们也要去 从内心里面散发那种 哎呀 你今天做这个善业 我也感觉到 同喜 同喜同乐 很开心 虽然自己没有办法办到 虽然自己等一下 没有办法送普通品 虽然10点过几天 没有办法来听 但是我也随喜 随喜还有什么好事呢 第一个你本身就感觉到很快乐 那第二个呢 你就能够慢慢的有这种因缘 以后我也想做这样的事情 虽然我今天没有办法给你快乐 我今天没有办法拔除你的痛苦 但是我今天随喜你 我感动身受 那以后呢 我慢慢 慢慢借助这种力量呢 我也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我也能够散播此爱心 然后去解决别人的问题 学习惯性不是 我们刚才讲的 慈 悲 喜 最后一个就是舍 那舍 舍就是舍掉的舍 那什么是舍呢 舍这边我们可以有两个意涵 这是平等 舍就是说 关心不善因为 不会因为你是有钱人帮你多一点 不会是因为你是乞丐 他就不帮你 他就平等 平等 这个不容易做到 为什么 我们与生就来就觉得 就会有不平等 所以我们要学习 例如我们对我们的父母 或者是亲朋好友 比较亲的 我们会 可能比较 我们用大家的话就比较照顾 或者是会比较给予多的帮助 对于路人甲 我跟他也没什么关系 就随便帮一帮吧 那对于敌人更不要讲 我没有要他 我没有诅咒他就很好了 还要我帮他 对于敌人我们 你 大家会想要帮敌人的吗 应该很少吧 有这样慈悲吗 应该不会吧 但是在佛教 他就是要你练习 所以慈悲喜舍 舍是最难做到的 你要对众生都平等 所以佛教里面都有众生平等 信佛众生 尚无差别 你都要去帮助 不管是跟你好的 不好的 对你有仇的 或者你讨厌 喜欢不喜欢的 有钱的没钱的 男的女的 老的少的 能够进我们的 我们讲普门 一个是 透过不同的管道 我要帮助众生 一个是普遍 普及一切众生 我都要去帮助 所以大家在看 大家在看我们 学习佛法的时候 什么都一切众生 功德也会一切众生 大家念供养记 也是普及一切众 你除了供养佛 你不是说佛我才供养 一切众生 三二道的 我都要去供养他 这是我们比较不同的地方 所以舍心是最难的 怎么样做到平等平等 在佛教里面呢 我们就有提供一些 一些善巧 当你还没有能力 我举个例子 最难的就是 你看到你的仇人 就是我们刚才讲 怨真会苦 你看到你不想看的人 你怎么想要帮他呢 我也老实承认 我还没有到那种境界 观世音菩萨的境界 但是要练习 在佛教里面 他就提出了两个观念 第一个就是 自他互义 我们角色对调的话 会是一个怎样的一种状况 也就是刚才我一开始讲的 那个因以合身得度者 即现合身而为所法 你是观世音菩萨 第一个 你要到处去帮助别人 你就是观世音菩萨 因为你有很多角色 对不对 刚才我们说 你是爸爸 你又是妈妈 你是妈妈 你又是女儿 你又是老师 这个例子 另外一个 你要接受很多别人的帮助 我们就有两个角色 一个是智 一个是他 对不对 那假设你角色对换的时候 我们讲设身处地 设身处地的时候 你会有怎样的一个感觉 你站在他的角度 原来他也很需要帮忙 从而提起 那个慈悲心 去帮助他 这是一种练习 我再重复 自他互义 你跟他的身份对换 你站在他的立场想 哎呀 这个我真的很不想帮 但是你想一想 有时候我像他这样的时候 我也真的很需要帮忙 的时候 会是一种怎样的状况 那时候你就有答案了 你就会去帮他了 虽然你是心不甘心不愿 这是正常 人正常情 但是当你一角色对换的时候 发现到 原来我们都面对 同样的痛苦的时候呢 你就会训练你的舍心 去帮助他人 那另外一个呢 这是一个方法 角色兑换 那另外一个呢 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 慢慢的做 我们讲 怨亲平等 我们可以从 亲 跟你比较亲的开始做 父母啦 朋友啦 这些 跟你关系比较密切的 你比较容易升级 慈悲心的一种对象 我们讲 慈悲心你要有对象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关系不是要救度众生 就是有一个救度的人 跟一个被救度的对象 那你可以从 跟你关系比较密切 你比较容易对他产生 从慈悲心的对象开始 父母啦 朋友啦 老师啊 师长 你从这边开始练习 练习的你觉得 你的慈悲心也不错了 比较柔软的 也不会什么发脾气 都能够帮助别人 拔出别人的痛苦 你再去到下一个阶段 跟你比较陌生的 例如 师父啦 你久久见一次师父 你要怎么去帮助师父 你见到乞丐 他跟你非亲非故 你也不认识他 这些人你也可以去 帮助他 你可以去学习 怎样透过这种对象 去产生那种慈悲心 慢慢的慢慢的 你觉得 你也可以乐于助人 其实这个要练习的 例如 我为什么讲要练习 例如布施 这个也是要练习的 有些人没有 没有布施的习惯 或者没有持戒的习惯 必须要透过练习 所以有时候 那时候我在尼泊 那时候我也是很奇怪 就是说 我没有那种习惯 要布施给乞丐 但是 慢慢看别人做 给一点 给一点 你慢慢也会 有这个动作出来 慢慢你就会有那种感 先有动作再有感觉 对不对 所以 慈悲心不是说 一下子你就像 像观世音 不是像佛 大慈大悲 你不要幻想 你一下子就大慈大悲 你先从小慈小悲做起 开始你的那个 亲朋好友 你比较容易产生那种 想要帮助别人的心 想要解决他的问题 最典型的就是 跟你关系比较密切的 再移到 飞禽肺的 我们讲中 就是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他又不是那么讨厌 他又需要帮助 你可以 可以去尝试 练习 觉得 你的这个慢慢的 越来越提升 你的那个 慈悲心越来越大了 慢慢大了 你再扩大一点 你问一下你自己 是不是可以帮助 曾经伤害你的人 那些曾经诅咒过你的人 曾经骂你的人 你看不顺眼的人 简单来讲 就是你不想看到的人 你可以不可以去帮助他 那时候你就开始练习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在 不要一下子就跳到耳 就耳 什么都很平等 这是不大可能 但是我们必须要去练习 去练习 这就是佛教 佛教里面的一个 一些方法 他是有方法练习的 那假设 有时候舍 刚才我讲舍 一个是平等 这是一个内容 我们要怎么做到 我们的慈悲心是平等 再来就是 万一 我们已经尽力了 我们在帮助众生 为什么这么苦 因为 有时候你 帮助众生的时候 没有达到你要的一个效果 我这样帮他 他还是那个样子 我这样子开导他 他还是这个样子 那你最后呢 有时候有的人帮人 会造成自己的问题 帮到别人的时候 你还没有救他 你自己先辛苦 这时候你也要修习舍心 我已经尽力了 也是舍 让自己的心 保持在一种 平等跟双汉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法门里面 我们讲慈心 它的一个内容 我们讲慈 悲 喜 舍 这个比较属于内心部分 的一种 练习 在开展去 一个动作 实际性的去 帮助他人 那这是一个 所以我刚才讲了两个 一个是 因以而生得住者 进行而生的回处法 一个就是 十五位 修习四无量心 让众生感觉到 一种慈心 十倍稀舍 安定 那再来我想讲的一个 就是 特地来讲的 就是 在悲传法法里面 很 很 就是说 比较 明显 或者是说 比较 有在操作的 然后在 经典里面 也有 觉得 他是可以来帮助 我们 培养 慈悲性的 一个 一个运作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 吃书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 因为 有一天我跟一个朋友 聊天 就是说 他是我们的 北传系统 佛教的一个特色 然后在 他不是 有人讲 哎呀 这个是你们 北传才有的 佛陀没有讲 但是 他是一种文化 我本来讲的 有些东西 他并不是 佛陀有讲 你才做 佛陀没有讲 你就不做 这种东西 例如关于信仰 不管你是佛教徒 不是佛教徒 他已经根植在 华人的一个 思维里面了 有事就要求 观世音普上 类似这样的观念 那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讲 因为在经典里面讲 吃肉 断大杯中 换言之 你不食肉的话 你能够 很快的 张扬你的慈悲心 这是一个 我们说 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 如果大家上网 看的话 这些资料太多了 吃素的人 他比较容易暴躁 情绪比较稳定 但是吃素的人 他比较容易 慈祥柔软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我们说 食物对身体 或者是情绪 造成的一个 这个我不用多讲 大家上网差很多 我们讲 除了健康的理由 那另外一个 就是很调诡的说 你竟然说 要爱护一些众生 你还去吃他的肉 这样说不过去吗 我们讲 逻辑上说不过去吗 所以 我是建议大家 如果 当然说 我不是 等下人家骂死我 说学佛一定要吃素 但是我是鼓励大家吃素 为什么呢 因为学习大圣活法 你既然 我们讲心愿 要下化众生 度化一些众生的话 你还去吃他的肉 那说不过去吗 那 一方面能够照顾 自己的慈悲心 一方面 他也是利益一个众生 我本身自己吃素 从出家到现在 我在家的时候也 很少吃了 他出家就正式断肉 我感觉除了 我们那时候 所谓的身体上的 一种比较健康 心理上 我们讲 生理卫生跟心理卫生 心理状态也比较好 心理状态也比较好 为什么 你会越来越柔软 不会这么暴躁 然后 藉由这种素食 你就能够长养你的慈悲心 爱护一些众生 培养爱护一些众生的一种 慈悲心 那 今天的时间也不多 我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那希望 大家 透过 观世音菩萨的一个法门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从开始对观世音菩萨的祈求 观世音菩萨当然是 牵出祈求牵出应 但是呢 我们透过这样的一种普门品 或者是我们讲 学习大慎佛法 培养我们的心愿 慈悲智慧 那 在日常生活中 应以而生得助者 细心而生为这种方法 尽量的想办法去帮助 减少大家的一种 痛苦 这个事件越来越苦 相信大家也知道 人类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 痛苦 那我们尽我们的能力 去帮助众生 攒养我们的慈悲心 那 具体呢 我们讲 休息事无量心 慈悲稀舍 给予快乐 发持痛苦 随喜他人的善业 然后呢 将我们的慈悲心 做到愿情平等 多多练习 希望大家 等一下呢 在念普门品的时候 根据这个经文 慢慢念的时候呢 能有所启发 祝福大家 奥弥陀佛 奥弥陀佛 谢谢 谢谢师傅 想问大家有没有问题 有人要做公养好 可以 有没有人有问题 想要问法师的 大家对于这个有什么 疑问 都可以来 我们来讨论讨论 今天只是跟大家 稍微分享一下 我 前几天我也是有 送奔门品 因为 试院 我稍微看来 觉得蛮有意思的 他一些点 以前我也没有注意到 提出来的那一项 好那 我们请师傅 带大家 回向功的 那大众 请跟我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不及于一切 众生于我等 众生于我等 皆供成佛道 皆供成佛道 伍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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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